我站在这个位置 我对面都是一些有旅游公司 还有一些餐厅 还有一些健身馆的 养生的 美容的 护肤的 美发的 还有时装店多 还包括一家东亚银行 像这一排门面全都贴了封条 就是说现在暂时先不营业 整个这一排 包括银行 东亚银行也都关门了 本店消毒 现在营业吗 营业 营业 里边可以进的 可以 还行 有一些灌汤包还营业 我昨天去了一家小绍兴都不营业了 那边有上岛咖啡 那边上岛咖啡是关的 因为我今天用的是GoPro拍的 它拉不进距离 合计小菜就肯定是关了 然后对面的依赵伟德的健身房 对面有一家依赵伟德健身房 那个也是关了的 还有一个是广市的粤菜的中餐厅 那个也关了的 这个上海小菜只要贴了白色的 这一个单子的 都是不能营业的 大食堂 大食堂卖得很便宜 大食堂也关门了 关门了 我们看看这大食堂贴的什么 疫情期间外带不堂吃 这里面不允许进的 就说这里面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测量体温 按照监督部门的要求 每日做体检 然后全程戴口罩 进门测量体温 取盘前请洗手 鼓励打包外带用餐 堂姿找空旷处用餐 虽然说了这么多话 但是没有营业 下面锁的 上面贴了这个单子 外面见的最多的就是外卖小哥了 这是什么 旅游公司 所有的旅游公司全都关门的 2月10号开业 到现在也没开 是这样子 他们2月10号延长到2月10号 我是理解的 那个时候说 2月10号可以复工 但是2月10号没有复工 就改到2月17号了 今天2月17号 依然没有复工 这是一家旅游的 做旅游的 外卖小哥 哗哗哗的在送货 送餐 很辛苦的 还有包括旁边的小区 管理的也很严的 都得出门的话 都得有出入 那叫什么出入卡 我忘了 我自己还有 不然的话是不行了 然后小区的门 都是有保安 牢牢的守住的 或者是封住的 进出门要有那张卡 那蓝色的卡 叫出入卡 应该是 我们今天看到了 好多 饭店餐厅 还有什么美容媒体 还有包括一些旅游的 还有一些健身的 这些都没有营业 今天是2月18号 哪天营业还得等通知